元宇宙有哪些投资机会? 虚拟房地产?虚拟货币? 虚拟NFT艺术品是什么概念? 会是下个投资风口吗? 投资人如何在元宇宙淘金? 哪四大投资领域值得关注? 新老观众欢迎订阅《钱从哪里来》 节目马上开始 扎克伯格说 理解元宇宙的最好方法 就是亲自体验它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元宇宙 和其潜在的投资机会 也许能让你快速致富 可以让你赚大钱 毫无疑问 元宇宙就是下一个投资风口 当你戴上脸书开发的 All-Class头戴式装置 立即进入了虚拟世界的新大门 你会对未来的虚拟体验叹为观止 尽管很多人对元宇宙的概念 还都不清楚 但它带来的改变已经发生了 首先 虚拟房地产 11月30日 元宇宙房地产开发山 Republic Realm 砸下430万美元 买下了Sandbox 沙盒游戏里的一块虚拟土地 创下了目前虚拟房地产最高价 此前一周 加拿大投资公司tokens.com 才刚以250万美元买下了Decentraland 一个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的3D虚拟平台 虚拟世界的时尚街区 该公司执行长基格尔说 这就像2500年前迈哈顿刚刚欣喜时 抢先置场 更有人以50万美元在Sloopy Doggy旁购买了土地 和美国饶舌巨星Sloopy Doggy Sloopy狗做了邻居 其次 虚拟工作机会 就在今年6月 以区块链概念打造的精灵战斗游戏 X-Infinity 上线当日收入就和王者荣耀并列世界第一 一个月后 7月的游戏收入达到了3.34亿美元 超过王者荣耀的2.31亿美元 夺下全球第一 该游戏爆红的原因是 首创玩家一起赚的创新模式 允许玩家卖游戏精灵NFT 给其他玩家 当玩家养出了各种技能强大的游戏精灵角色 可以透过发行NFT 再高价转卖给其他玩家获利 让很多玩家能通过王游戏赚到年薪8万美元 因此脸书也正在全力投入这一概念 几个月前更宣布将花费310亿美元 全力打造自己的元宇宙平台 更将公司名称改名为Meta元宇宙 抢占数字虚拟世界的巨大财富机会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看看 有人如何在这一刚兴起的数字世界里 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也给不了解的投资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可以用积累的知识赚取财富 早日成为年入百万的智慧投资人 首先想象一下 在一个完全身临其境的数字世界 在那里你戴上一个头戴式装置 然后忽然之间 你和你的朋友就在同一个房间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发生 你和其他人之间的物理障碍不复存在 尽管你身在美国 你的朋友可能一个在日本 一个在澳洲 如果你想游览台湾的阿里桑 或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点击几个按钮 几秒钟就可到达 更夸张的是 整个经济可能存在于 这个数字虚拟世界里 比如想象一下 你付10美元参观一个元宇宙博物馆 在那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稀有 艺术成就感最高的NFT作品 并查看谁拥有这些NFT作品 或在热闹的街区购买一块土地 并将该土地出租给那些想在你的虚拟土地上 盖豪华酒店 盖赌场的投资人 事实就是 任何在现在物理世界里发生的事 都可以在元宇宙的数字虚拟世界里重新构建 唯一不同的是 可以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发生而已 这就像是互联网创造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 像亚马逊一样的 没有实体店面的商业机会 这也不妨碍亚马逊打败了拥有 成千上万家实体店的沃尔玛公司一样 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在元宇宙虚拟的世界里 产品和服务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构建 在数字虚拟世界里 由于去中心化的技术 用户可以购买虚拟土地 开发并收取诸如比特币 以太币等的虚拟货币 一旦你拥有一块虚拟土地 该土地就完完全全属于你 你可以在你的土地上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你可以创建游戏 盖博物馆 盖赌场 盖酒店 甚至还有以NFT形式出现的数字艺术品市场 销售艺术品 画作 球员卡 影音视频等 事实上元宇宙已经是一个一年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很多人都想在这之中分一杯羹 那么普通投资人如何投资元宇宙的虚拟数字世界呢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投资元宇宙 第一 投资开发元宇宙的相关公司的股票和ETF 包括 英伟达 纳斯达克股票代号NVDA 这是顶级人工智能AI的股票 公司的图像处理单元GPU 是支持虚拟现实游戏的黄金标准 公司推出的Omniverse平台 可以创建物理世界中任何事物的数字孪生 为元宇宙提供基础 元平台MetaPlatform 也就是原来的脸书公司 纳斯达克股票代号FB 公司近期宣布将花费310亿美元巨资打造元宇宙平台 公司开发的All-Class设备 成为虚拟现实VR领域的领导者 公司对花费巨资构建的元宇宙有明确的愿景 并利用资源来实现目标 统一软件 纳斯达克股票代号U 公司为开发交互式3D内容提供领先的平台 全球排名前100的手机游戏中 有70%以上是使用该平台开发的 你也可以投资元宇宙相关股票的ETF 代号为Meta 该ETF的前五大持股包括 英伟达、微软、Roblox游戏 原平台脸书公司和统一软件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持续火爆 以上相关股票和ETF 也将给投资人带来不错的收益回报 第二投资元宇宙相关的虚拟房地产 比如中央土地 仅有9万个地块 目前地价从1.5万美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 如果你相信该虚拟土地将在未来 可以给你带来收入或流量 这可能是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比如在Sandbox、沙盒游戏里的虚拟土地 要价从1万到15万美元不等 但也有早期的投资人 在上月卖出了430万美元的一块天价土地 获得了巨额的回报 第三投资加密货币资产 比如比特币、以太币、狗狗币、派币等 有一些早期投资比特币和狗狗币的投资人 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人生的财富自由 让自己的投资获得了上万倍的回报 我认为目前投资以太币和派币是不错的投资机会 原因是像中央土地和沙盒游戏里这样的虚拟房地产 都是基于以太币区块链构建的 它已经构建了一套网络3.0的生态系统 而最有投资潜力的是派币 派币是世界上第一个手机免费挖矿的加密货币 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货币职能 就在近日 21年12月28日 派币的封闭式组网正式上线 标志着派网络3.0生态系统正式启动 派网络有36,000个活跃节点 活跃用户达到3,000万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普及发展 都是世界第一 派币目前还出在早期发展阶段 就像10年前的比特币一样 目前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清楚派币的未来发展前景 派币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升值潜力 第四 投资NFT艺术品 你可以到OpenSea网站查找各类NFT的艺术品 网址是www.opensea.com 今年3月11号 数码艺术家Beeper以NFT技术创作的作品 每一天前5000天以6500万美元成交 写下了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第三高的记录 马斯克的女友 歌手Gramis 小仙女 格莱姆斯 于今年2月28日在Nifty Gateway上 20分钟内销售了自己创作的八幅NFT艺术品 售价高达600万美元 3月27日 当代艺术家Krista Kim 创建了一个NFT数字房屋 火星屋 Mars House 在数字艺术平台Super Real上 卖出了50万美元 可见有越来越多人看好NFT虚拟艺术品市场 总之 元宇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大胆 聪明的投资人 已经开始布局元宇宙投资市场 作为普通投资人 我们在作为吃瓜群众盘观的时候 也可以抓住一些投资机会 毕竟 他来了 就在那里 也许就是下一个投资分口 不想错过的投资人 你们心动了吗 欢迎留言 谈谈你们的想法 谢谢收看 期益 promises 我们去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